好,今天我們會用這次的南瓜豆腐牛肉碗湯 這個月要為大家示範的是 十到十二個月寶寶適合食用的 南瓜豆腐牛肉丸湯 這次我們所會用到的材料有 南瓜 角細、角碎的牛角肉 蔥花 太白粉 豆腐 以及蔬菜高湯 由於南瓜的皮非常的堅硬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南瓜用蒸熟或煮熟的方式 把它去皮 去皮之後切塊 我們將切塊的南瓜放進攪拌器裡面 接著我們要來製作豆腐牛肉丸 我們將攪細攪碎的牛角肉放進來 然後加入豆腐 以及太白粉 然後用洗淨的雙手把它揉在一起 我們把攪拌均勻的牛肉丸的材料呢 把它捏成小丸 不要捏得太大顆 這樣子方便小朋友來吃喔 然後我們取來個鍋子 加入我們的蔬菜高湯 以及攪好的南瓜泥 在煮好的南瓜湯裡面 加入剛剛我們已經捏好的肉球 最後再撒上一點蔥花在上面 這樣就完成囉 南瓜還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寶寶消化 而且呢它還有豐富的胡蘿蔔素 可以幫助小朋友的視力發育 如果吃太多皮膚可能會黃黃的 這時候不用擔心 只要少吃一點 自然就會退去囉 謝謝